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如果将打火机放到倒台附近 开火的时候就非常危险了 所以说打火机最好不要放在厨房里 那第二样东西就是淀粉了 它呢是一种比较细小干燥的颗粒 那如果将它放到火附近的话 只要一点点 那么立马就会被点燃 所以可想而知是很危险的 所以说像淀粉这种比较干的粉质 就不用放在厨房的灶台附近 那第三样东西就是塑料袋了 因为塑料袋它的主要成分是聚乙烯 它们是非常容易被点燃的 所以说塑料袋大家千万不要放在厨房的灶台附近 不然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灶台一开火的话 立马就被点燃了 那第四样东西就是食用油了 在原来比较穷的时候 油可以用来点灯 可想而知 这个油它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像平时吃的食用油 或者是花生油等之类的油 我们还是把它远离厨房的灶台比较好 拒绝一切亦染亦爆的物品 放在厨房灶台附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的话 那就赶紧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吧 我们下期再见